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这大虾不能直接加水煮 煮完以后营养都流失了 而且口感还不好 想要虾肉吃起来抠坦有营养 仔细往下看 第一步咱们把大虾的虾腔 虾脚虚都给它剪掉 这样咱们吃起来 它就不扎手 而且还方便了 大虾的胃囊咱们也给它挑出来 虾馅咱们也给它取出 这样咱们吃起来既健康还卫生 清理干净的大虾 咱们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起到咱们煮大虾的过程中 营养不流失 第二步咱们准备好去老皮的生姜 给它切成大片 摆在无水无油的锅底 给它摆放整齐 接下来再准备把小葱切成段 摆在姜片的面上 接下来再把大虾整齐的摆在姜片葱段上面 这里有个重点 咱们要把虾头炒完 这样烹饪起来它才会一起熟 接着加入半勺的低度啤酒 盖上锅盖 用中小火炒一个三分钟左右 咱们在炒虾的过程中 一定要用中小火来炒 虾的含气比较重 咱们加入生姜片跟啤酒 可以起到一个有效的趋劲作用 吃起来 抠坛爽口 想你已经把做菜的重点跟窍门 都分享给大家 就希望大家能给个免分的小红星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吃马马虾 谢谢大家 这个时间段咱们来调个灵魂料汁 碗中放入少许的葱丝 姜丝 红椒丝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咱们放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一勺的生抽调咸丹 接下来关键点来了 加入咱们煮虾的这个圆汤 是这个蘸料的灵魂所在 搅拌均匀 再把咱们煮熟的大虾给它取出来 抠坛爽口的大虾 配上这碗灵魂酱汁 真的是绝配 以后大虾呀 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虾肉抠坛 营养还不流失 最后啊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呀 说不定在你做菜的时候 还真有一点用